今天高雄市經濟越來越差 使得高雄的年輕子弟開始往外漂 所以我將來執政的話 我一定會對高雄市外漂的子弟加大力度 希望他們回到家鄉工作 讓高雄這個沉睡的巨人趕快復甦起來 趕快清醒 邁開大步 迎向美好的未來 大家好 這是 在這幾年來 一直最後打算要到高雄去 應該計劃兩三年了吧 蠻久的 那我們也剛好看到這個時機點 也差不多可以 往高雄去了 所以 我們 就 計劃了這次的考察 去看幾個點 那這是我們的方向 說出來就是要做 但是呢 不要有其他的這個 太大的影響就好 就是說 用台北的薪水 在高雄聘雇員工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那麼你的支持 就是造就我們 目標 實現的 那一天可能 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雖然現在的第一名 不代表的 未來一定會成功 但是不去做 永遠沒有機會 對不對 所以 跨出這一步非常的重要 北漂青天想加碼 想 好 想 那我要難票了 謝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高雄 蓋祭司來了 我們 來 看看 未來可以發展的機會 希望能夠順利成行 一整個便利都不可思議 實在是非常的方便 高鐵 轉捷運 出站 這一個區就是我們的目標 在這邊找一個點 這裡晚上應該也是有點人潮的喔 因為唱片行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唱片行 然後 然後 補習班 然後 辦公室 很多 那我們的點是哪一間呢 應該再走下去就到了 停車場很方便 就在公司的後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